張宥明這一次打成了也是充電棒 二壘手往後退 兩個人的默契有點偏差 球落地 張宥明已經要開始往三壘闖了 剛才二壘手王政堂跟右岸野手余森 對余森旭 兩個人的默契是有一些失誤的產生 兩個人的默契上面 在溝通上面猶豫不絕 最後兩個人都沒有辦法接到這個球 而且因為是人工草皮的關係 所以一落地彈就非常的高 所以也讓這個打結張宥明是一六元也上到三壘 應該是余森需要去掌握沒有問題 右岸野手往前擺就是一個比較好接的位置 沒看到王政堂在退後的過程中 其實他那個角度也是跑到有點落差了 目前計分板上是打上一個失誤 他應該就是記在余森旭的身上 對 那這個球我覺得要給這個打結張宥明一個鼓勵喔 就是雖然說打結看上去是一個很不營養的 一個這種軟弱的高飛球 可是他卻沒有放棄跑壘 也就是說 好我們先看一下這球 打成了中線的川越安打 三局的下半 龍隊靠著大師兄林志盛的41級 是先持得戀取得1比0的領先 對 很有經驗的打打林志盛喔 其實他有知道說對方可能不用只有跟他硬拚喔 這個就鎖定了一個外角的曲球喔 那也沒有試著說想要揮得特別的大力喔 就很確實地把球往中間打回去 打非常結實也打穿了二流防線 陳志盛這個打擊面對林志盛用了不少的曲球喔 對 他最後就被掌握住了 對 那其實這個位子跟他這個打擊對林志盛取得 第一個好球位置是一模一樣的喔 也是說就是沒有失投 但是只能說林志盛他就是在鎖定這個球路喔 好 繼續輪到第四棒的伊利吉郎 剛剛提到就是說有些時候在天母球場 第一次 就算了 好 就算了 阿